小S12日出席韓國文化觀光大展 分享了去韓國 看到很多帥歐巴的趣事 也回味了當年 聚今夜帶她跟大S去吃的美食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當然就是醬蟹 因為真的是好吃到 你覺得自己已經置身於天堂了 她的媽媽對那個S姐超級滿意 我姐夫我們有一起接受訪問 然後問到這一題的時候 她是這麼講的 她說她的媽媽真的很喜歡我姊姊 就是她們兩個就是會這樣靠在她那個媽媽背上 就是感覺很親密 感情很好這樣 對 可是姐夫有說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就是 很少機會會遇到 欣甘姐姐發生她的身體 妳說什麼 妳不懂啊 是她生女 她身體的 妳沒有要移開這個啊 這次的服裝比較好性感 這樣夠嗎 肉滴嗎 非常辣 非常美 超級美 可是其實大家其實是愛愛的想法 就是關心一下S姐 還不低是不是 這樣呢 非常辣 這樣呢 我覺得畫面比較重要吧 謝謝 謝謝 只要是事實都可以講 還不低 然後我看一下嘛 妳看一下吧 謝謝大家關心 最近 靠那個靈道經紀人就不會有關係 好啊 妳就要再低一點囉 再低再低囉 好低嗎 妳不打馬賽克 對 那我關心甜甜 妳是虐狗的心 不行 大家全部都掉了 愛動物 愛動物 可以是打下吧 我覺得她不會啦 嗯 我覺得以我對她的了解 她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嗯 所以覺得她應該不會這樣 對啊 她那麼愛她小孩 那麼愛她狗 而被問到日前跟王思佳 一起參加同場婚禮 小S澄清兩人沒有交集啦 不過對於假包事件 她也幫忙還家 我覺得這個新聞 每個藝人一定都會經過一些 瘋瘋瘋瘋瘋 我覺得反正事情就一定會過去啦 就是加油 Fighting 因為我買的時候花了很多錢 我想說應該是 不可能是買到假的吧 專櫃嗎 是代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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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思佳姐也說她的是代購 我的也是代購 然後花很多錢 對 我的也花很多錢 代購是妳長期跟她配合 所以不會擔心妳的證明 就是只要有母親節 然後想要送東西給我婆婆 或我媽媽的時候 我想說 好 那就想送這個包包的話 我就會跟那個代購聯絡 因為她感覺應該是蠻有誠信的 固定的 固定的 妳有送S媽 或者是幾個 我主要都是送我婆婆耶 因為婆 因為 不會 我都是給我媽大量的金錢 然後 給我婆婆就是一些那個名牌包 因為我婆婆很喜歡去吃美食 然後她那個 如果我送她好的包包 她就會這樣勾在那邊 然後去吃飯就會說 這有媳婦送的啦 她很孝順 然後大家就會說 哇 這是什麼 她就說 她也沒有啦 然後就立刻給大家 在那邊這樣展示 所以就是 今年是送她包包嗎 今年不是 今年是送她那個 啊 算不能講秘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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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